各位同仁早安 我們現在開始 第245次會議 請民署長先讀第24次會議議事錄 議案憲議會第18次第三次大會 第24次會議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105年5月19日下午20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議員黃定河議員等34人 內席議員連 現中午建設署長林國敏 城鄉計畫科長求成委 建築管理科長林智陽 實用管理科長林智敏 交通規劃科長龍飛池 公共運事科長中委公務處長陳春景 楊副工程科長翁正起志 水利科長李風昌下水道科長徐敏雄 清建工程科長徐瑞議員 採護科長斜白壽等 本會民事長陳八年等5人 來賓各報及各廣播電子記者 主席林副議長齊三 二十起之四十四十六分子 陳議長文昌四十四六分子 六十三十五分子 記錄李雙龍主席先高開業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千道一言以達法令人數 二 民事長先讀第23次會議事錄 執行四項建設處公共處 業務執行其達戶 執行議員薛成議員 張明華議員 林志鴻議員 黃定和議員 劉天吳議員 陳漢中議員 陳鴻錫議員 林錫民議員 邱嘉丁議員 林金鴻議員 黃樹錦議員 江碧華議員 陳正南議員 吳秋林議員 黃四朝議員 達戶人議員 林副長國民 陳副長春景 林科長智敏 其他四項建設處公共處 業務執行議員 要求辦理提供之四項令入 翔魯附建 並行務宣布辦理 三位下午六時三十五分以上 好 各位同仁 對外四次會議 司律有沒有意見 請說 附建 這是剛才秘書長念的背後 附建 黃定和 黃議員 定和 巡集 這個有三項 少寫了一項 那一項就是 規劃畫龍一村計劃的執行進度資料 要送給本席 沒有寫上去 好 請修正補充 好 其他還沒意見 沒意見 好 沒意見 我們現在進行質詢 來 請各單位列起報告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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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這邊 których是 請發言 請發言 子媳 公理處秘書跟原宿正宏 各位同仁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第一天很簡單要請教政風處 很久沒有請教 有關議會每次的反應 還是預算 追加預算 扁預算 結算 所做的附帶決議 都有涉及到 移送到政風貪圖的問題 土力的問題 利益出動的問題 涉及到貪圖的問題 都有建議要移送檢調 我想 連日子跟調查局都平行了 連日子過地都 縣署政府鄉鎮都有做這個政風處 所以我們這個政風處 不管你移送檢調還是移送哪裡 我們第一關 我們政風處都要把守 所以這個是很寶貴給你們一個 限制跟資料 所以你們不管哪一個單位 你們以後跟檢調再去 大家商量配合交通 第一線你們最低也要提供資料 給你們連證署本身來辦 所以每次你看 我們那個議會的議會的議結算 跟附帶結議 每次做的附帶結議 都有涉及到移送檢調 那我看在結算實力報告 每次都有給你們答戶 但答戶 主要答戶到行政施司部分 涉及到行走部分 你也沒有答戶 他都沒有答戶 像今天103年 這個結算 我也做了四十三條的附帶結議 裡面都有受到這個風氣問題 不知道你們對這方面有沒有重視 有沒有去勾集 有沒有去選案 有沒有去瞭解 這個請主委 處長你答戶一下 請答戶 大會主席陳議員 各位議員 女士先生 大家早 感謝楊議員的這個指教 針對我們議會在執行也好 或是相關的附帶結議 只要涉及到貪毒不法 那麼我們都會依規定 來做行政調查 行政調查以後 會針對 比如說 有很明確的市政 目前我們的一個作業程序 會移給連政署去做 進一步的一個審查 那審查的話 那連政署那邊認為說 有涉及到刑事或是 貪污治罪條例的這個情況的話 那他會立案做進一步的調查偵辦 那所以說針對議會的各項決議 或是說有交辦的事項 那我們政鋒處都會貶於職前 以規定來做處理 我想處長喔 你都覺得很方便 請坐啦 因為在議會職信 你們在現在的網站都會看到 議會的職信 你們應該派人在這網站那邊看 還有網站看 那府內的資料裡面都 A5的你們所資料也所嘛 所以你們要做過案的分析 我們議會也沒有看到 你們所做的動作跟所調查的結果 這個都沒有啊 比較嚴重喔 比方說最 不要說啦 從103年這個結算以來 結算是審查以來 這些議會的職信 還是那個附帶結議的案 有沒有比較重大的 這個成果跟你們 足夺你們做移送 檢察官檢驗室的資料 這個也沒有比較嚴重 沒有我們每次都做附帶結議 結果不了了出 從來這都處在議會也沒有做報告 當然偵查必密 但是果實這是議會提出嘛 這個比較重 你調查結果 移送結果 那另外一回事 你要主導說 議會有什麼反應 你們的醫症或處 你們也應該給我們了解 給你們做一個 再在議會做一個詳細的報告 請答覆一下 好 感謝楊議員的指教 我想這個針對我們受理的相關的 不管是檢舉 或是執行案件交查的話 那在這幾年 比如說從102 103 104 105年 我們經過行政調查處理 移送連證署 或者是說相關司法機關的偵辦 大概有22件 那這個大概都有一些的 數據有資料在 但是我們因為除非看報紙 我們才知道 其他我們都不曉得 要有沒有起訴跟 現在起訴是公開啦 判決也公開 這個就是偵查秘密 我們也不便去了解 但是如果有起訴案件 跟判決案件 你可以在這邊比較具體 做簡單的報告 就針對這幾年 大概剛剛跟議員報告 都在上21天 叫司法機關偵辦 那起訴的有8案 那不起訴的有兩案 判決有罪的也有兩案 比較明確的案件 譬如說像這個我們之前啊 大概有學校總務主問 涉及到恐嚇廠商 那可能跟廠商之間 有一些不法的情勢 那這個案件後來在地方法院 那一審已經判決有罪 這個是比較最近的一件的判決下來 那還有就是在上個會期 那個議員也有執行 我們這個生態立州這一件案 那地檢署也有立案在做偵辦 對 對呀 謝謝你啊 我們都相互 請坐請坐 我們都相互合作嘛 因為我們辛辛苦苦收集的資料 你們本身裡面 就是你們職務上 你們的業務上要做的 我們幫你收集資料 應該要感激我們 所以這個對我們反應 我們也不如無頭犯書 沒有證據 自己來說話 有證據你要立案 沒有證據就 就不是說 我們意味是有 有時候 道聽途說 有時候真相不是完全正確 因為有的內部資料這些啊 都要適應各十足的調查 我們才知道 這個我們一個反應的線索 這個都很寶貴 既然我們這樣也很欣慰啦 你那個生態立州 你不辦 你不辦的話 調查局也在 我也聽風聲調查局也在說真的 好 謝謝你啊 謝謝你 再來 嚴肅處接住 89年來 15年來擴大這個主租的騙助 送這個法案 處處條例來 來那個議會啦 雖然議會還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這個大會的審查 但是這個接觸只要 處長 你呢 15年的翻轉 做那麼大的更改 比較宗族 比較那個 你修改的用意 這個重要的 做一個報告 因為我們宜安線 主租規程 其實我們是21 那個 級 跟單位嘛 你兩個 兩個加起來 限制本身單位 等於現在 現在是15個單位 6個級 現在你這次給它調整 7個級 14個處 都是21啦 除非這把21的總todal裡面 來鎖減 來合併 來更新再造擴大 比如說教育局啊 就更新擴大 本來是單位 府內單位 今天把它整個一級級啊 這個數據很嚴重 因為它人數 幾乎佔我們全部 宜安縣公務人員的一半以上 經位也佔34% 總預算 這個當然要做最大天下第一級啊 這個 這個調升這個是相當有理由 我們發展公共防篩 做交通局 至於說 建設跟地震的合併 然後說 資訊的合併這些 有一些 那起來重點 但是為什麼沒有配合中央政府的 有一些對口單位 衛生 社會 衛生福利 衛生福利部 他們中央是這樣嘛 還有 國家發展處 我們這個也沒有啦 但是我們宜安縣現在 極力在推動這個產業發展 產業發展最重要 不管文竄產業 一般的產業 都是最夯的 最賺錢的 還是最時髦的 大家在推動 這個跟交通一樣 以上請你做的一個簡單答案 是大會主席 謝謝楊議員的指教 這個 感謝楊議員對於我們組織改造的這個關心啊 那我們人事處這邊會做努力 那至於這個 楊議員剛剛有提到說 為什麼 配合中央的衛生福利不做合併 我這邊做簡單的報告 因為中央它是衛生跟社會福利 它是做規劃性的東西 所以規劃性的東西 它在合併上 它是 它目前為止比較沒有問題 而且我們也所了解 就是說它合併上面 跟它修法也是還要去拿 那至於我們地方上是配合執行的 我們的衛生局跟社會局 它是在執行單位 所以我們當時在做組織編制專案小組討論的時候 也曾經考慮過衛福要不要合併 但是因為到後來 有一些整個實際執行的 實際執行方面 還是覺得我們考慮的還是不太順 而且事實上我們在去年的6月10號 已經有成立這個長照服務所已經先做合併 所以我們就想說我們先用這個去年的這個成立的這個長照來運作看看 看怎麼樣再來做一些調整 所以這是衛福為什麼不考慮合併的一個理由 另外這個跟中央對應的國家發展委員會的部分 這個當時在專案小組裡面也做一個討論 那因為目前我們在縣政府的層級裡面 這一個有關國家發展的這個層級大部分都是計畫處在做 那當然也考慮到說計畫處要不要做一個改變 那因為後來也是找了一些學者專家大家討論的結果 因為想說不要變動太大 而且因為我們受21個級數的限制 在這個可能沒辦法 因為我們現在國家發展這個整個做腦袋規劃的事情 大部分都計畫處已經有在做了 所以我想說我們可以加強計畫處的這個功能 所以暫時沒有考慮到要設這個國家發展委員會 所以那至於楊議員很關心的這個產業發展這一些 我們這一次都一直考慮到那進去了 那我們這一次的整個主改 這個也是經過專案小組一年多的一個討論 也很不容易的這個設計出來 那當然可能沒有這個可能時間也比較趕 那我們也送到大貴會來 貴會這邊也好像下個禮拜要召開程序委員會 所以要來討論 這個也非常謝謝各個議員能夠舉例支持 謝謝 這個當然一位很多也都意見了 盡量形成共識嘛 這個竹竹片再造 這個竹竹趕不上時代 這個業務要隨著時代的調整 這樣做一個改變這是很重要 89年我跟前年發主任秘書 共同修正89年的擴大編制 那今年在15年以後 再做第二次的竹竹改造 這也是我當時定期大會 所提出的竹竹改造的問題 我來請教公里處 這個時間也不多啦 剩下六分鐘啦 第一點 我要請教那個前處長 這個宜蘭縣風起今這個景點 大型的不算啦 比較傳譯啊 東山羅盛林公園啊 羅東印度公園啊 小星那個啊 就那個祭典啊 你現在有沒有 現在任主大概三個月有沒有 有喔 有沒有去過 有沒有全部去過 請答問一下簡單 跟洋藝員報告喔 目前還沒去過的是頭城海水浴場 喔喔喔 這個很老鼠 好了好了 盡量要全部走一下請坐 是 走一圈以後 你才會發現啦 因為生理期間才會發現 像我 好幾次偶然到梅花湖 哇 第一點 早上去就 不是禮拜六 禮拜天就 遊客一大堆 原來是那個 旧境跟那個 附近的那個 民宿業 所以 這個要因地注意 這個 景點 它是小型嘛 在地化嘛 附近的那個觀光啊嘛 民間的休閒嘛 我們要配有這個功能 還做 還有做每一個 你看現在到底有幾個景點 17還是幾個景點 這個景點喔 要給它有特色 當然全部做 我們也不可能花那麼多啦 不管它的商店街啦 不要那個 一定要遠嘛 有商店啦 你獨木不成年啦 所以 所以你這個商店 譬如說五十幾一個例啦 你像農毯啊 像那個商店街 你要叫 規劃一下 規劃一個 要準準齊齊齊齁 還有 像我上次給你反弱牛鬥 牛鬥的停車場 這個太沒有人性化的管理 你像 沒有廁所 沒有冷氣 沒有 像這麼做 沒有電動扇 沒有電燈 所以我想這方面 你應該去注意到這些細節 你像 你像在那邊 一手八小時 沒有廁所 你都在荒郊野外 隨便 那個 不好醫術啦 大小便不好醫術 尤其女孩子 這個有沒有改善 這個簡單 你做一個答案 跟梁政廠報告 它是清水地熱 那清水地熱的停車場 我們放在這一期 有一個新的工程的証件 目前在收票庭 走到我們切磋 每天要3分鐘的時間 所以說 那個部分目前是要不改善 但是我們要求管理庫 就是說 因為大天馬上要搞了 在小小境的收票庭裡面 應該要設法能夠提供冷氣 要設法能夠提供小心冷氣 電 對 電的報告我們要配合工程來試做 好啦好啦 謝謝你 我們在第二期工程裡面 會去診建停車場 再來 我這個O.O.T. 這個東山火 O.O.T.啊 現在第一次失敗 第四處 又拿兩百萬來 這要叫專家學者 還要去外國取經 你說你出去取經 你哪要去 例如說來銀河 泰國 泰國曼谷那個什麼火 還有梨江啊 這去看去取經嘛 這個是宜蘭縣的指標啊 目前是做可行性評估 楊議員 我們會盡量參考其他 國外的案例 好的案例 對 來發電力 當山火 核營是他的小名 可以撐起未來 你將來 你當山火 這是指標 宜蘭縣的指標 也是最大 最有潛力 發展最快 季血淨淵草 唯一的 排在第一位 是 所以第一點 我們現在 不管RT這個行行 現在因為樹廠基礎 外面的配套 你比方說外面民宿 MN的小公園 還是碼頭群桌 這些都要規劃配套 我們要做長期整體 一個藍土的裡面規劃 現在東山火 能夠行屬 航行 我們外面 河內的配套 和河外的配套 河外的配套 河外的配套 這些都要長期 所以我們現在 在配偶 下游的美化 還有中游 中游的那個 我們那個 五院那個 水和桐園 水和桐園 上游的森林公園 這些 這些一條線 都要配偶整體 在東山火 將來航行一個 藍土 很大的藍土 將來 你現在在做了 不要想到哪裡 做到哪裡 要整個配偶 這樣經費才省 才會完成 慢慢這樣 這樣配偶慢慢 慢慢的 自然會形成 再來 中山火 那個七水公園 雖然將來 是桐園公園 但是你一定要趕快 發揮那麼多 現在森林公園 現在奧蘇聯才開 他已經奧永奧奧蘇聯 現在黃臉婆 所以我們現在要趕快 給他拉批 趕快給他更新 裡面跟那個 這個岩山 岩山的桐園公園 我們都要一起齊步更新 齊步齊 都請答一下 跟楊議員報告 我們目前每年 大概會希望能夠 投入一千五百萬左右 那是做成固定的設施 就是說配合未來的 那個同安公園 那我們逐步 比如說我現在的表演舞台 表演舞台 我已經整修得差不多了 對啦 我現在跟你說都整體 配偶經過 我們就這樣下去了 謝謝楊議員 一部分析來做 第二點 我要關心了森林公園開園以後 你現在怎麼管理 跟楊議員報告 我們目前有結合三個單位 公里處負責整個 場地清潔維護 跟遊客服務的管理 環境交易的部分 我們結合了農業處跟 教育處 我們組成了一個核心的團隊 共同去研議所有的方案 現在跟那個 聯盟七千五有沒有關係 沒有沒有沒有 目前沒有關係 我們合約四月三十就已經結束了 好 謝謝楊議員 我們請秘書長報告一下 發言順序 向大家報告登記 歡迎的持續 二十四號 二十六號 二十號 三十二號 二號 十六號 十號 十五號 十九號 二十八號 三十一號 二十二號 十三號 五號 接下來我們請陳五三議員 大臉主席 大臉主席 工理務處跟民主處 中工處我們的處長 還有我們三處的科長 還有專員 還有我們的同仁 媒體朋友 雖然我請到陳四處 我剛才 把你延伸的楊議員 延伸成議員說 這個問題 那昨天我聽到說 民政黨 黨團有在開會 準備 下個禮拜要開一個 陳希友 把你們的蜘蛛條例 退回去 這是最新消息 應該是可可 剛才我是怎麼跟你說 因為 你剛才有說到 說到中央的邊界 你那個衛福部 跟那個衛生單位 有一點那個 要怎麼說 就是你感覺說 這怎麼就可以 但現在我們議長主導的 要把你拿回去 就是 尖對這個理由 就是說 中央的政府 在有好人 以後 情況不明朗 他用這條 要來拿 所以 我是跟你建議 因為你剛才說 很辛苦 在一年來的 中一年來的 已經把這個 組織條例 和這個 府邊的這個 各項事項 都研究到不清楚 我個人的看法 就是 過去 在我們十七個的時候 我也很強 拿去 包括 宿安問題 包括 醫療問題 這種 衛生機 牽收到 牽收到 我們的 社會處 工商理由處 也牽收到 很多局勢 你剛才說 我們 和這個 在這個 中間 其實說起來 這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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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局 要怎麼刷 要怎麼刷 一個名稱 你就保持 二十一局勢 來處理 你也不可能 給你政家說 美國人這麼漂亮 你當人已經就太多了 所以這個問題 你要回去 我覺得 好 要叫官長報告一下 因為 目前為止議員 有 很多人也贊同 說 這個 組織編主 重新調配 重新規劃 你保持 交通 頂頂建設 提供 這個重複性太大 所以 有需要 我是覺得有需要 有需要 原因就是 我在十七個的時候 發現到 這些廠商 不知道幾乎 這些廠商 好好的人 更好好的人 他也想賺 想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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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 賺 電視 撲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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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出事 所以 生理人 說起來 一半以上 都是賤賞 黑心賞 所以 就這樣 你 要把 我們做這個辯職 應該要把 整個好 我剛才要請你 說這個 李鋒 是不怪的 你不能說 社會處 跟 社會局 跟 衛生 外部的關係 跟 一些關係 你現在就說 順手順手 你跟那個沒有變動 你怎麼可以變動 你要變動什麼 不用 原來這樣就好 所以這個 重心 我是覺得 你這次要拿回來的 可能很大 你進來的 可能機會很少 因為 民進黨的議長 都要幫你拿 我們回來 發動 所以這點 你今天回來了 有機會去 館長報告一下 就這點 看到 調整一下 比較舒服 那是怎樣 再來還有一項 這是如果 做這篇 也不是說 你一檔說的 順時 要在裡面來說 要在議員說 你是不是 你沒有進來來說 你也要辦一個 做談會 全補給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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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議員叫我來說 你這個去討論一下 好不好 我是跟你說 你剛才歡迎一下 你讓他提的機會很大 我請到這個 工商理會處處長 也是同樣 你們黨團會議會 你有參加嗎 我剛才不是說 你沒有參加 現在 已經有幾個議員 在簽到 地方主題條例 要修正 我記得 你還沒做處長的時候 就是 我們前間 有一個服務案件 那是前世的服務案件 讓你們發十八萬 這是第一項 第二項 就是 本來在 開始包括農事頂頂的 都市計劃內 跟都市計劃外 有先請一個 三十一間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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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中央十 有請一個 三十一間 接下來 這三十一間 就是說 你要同 發佈 新政命令的 主權 他就 申請進來 這三十一間 沒有要有處理 有處理 當然他 一定是要符合這個條件 這是有處理 再來就是 之後 之後 也很多人要申請 很多人要申請 都完全不準 不是 你答案 有準還是不準 之後還是有準還是不準 跟陳議員報告 這個是去年 104年 2月17號以後的案子 那 沒有準 因為 那個 拼遠地區的公告 已經被廢止了 所以 沒有法源 那 目前的狀況是 宜蘭縣政府 不能準 這些民宿的申請案件 您是做 如果 如果 透過議會 來修正的話 有可能嗎 嗯 跟議員報告 除非 有 重新公告 偏遠地區 因為 依照 民宿管理辦法的規定 要 那個 農舍要做民宿使用 必須處於偏遠地區 那 目前 有法源依據的偏遠地區 只有 大同南澳 這兩個地方 法令很重 我告訴你 地方主題條例 來想這個 案件通過 這樣就抵觸到 中央法令了 有 跟陳議員報告 有 廢 那個 公告偏遠地區 以 我現在跟你講 中央的函視是屬於 地方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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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地方權責 公告偏遠地區 這個行為 這個 這個 管理是地方的管制 你現在收拾一下 你現在收拾一下 你收拾一下 這要收拾一下 收拾一下 我們中央 以前是偏遠地區 他現在也沒了 因為血水通了 就沒了 你如果要尊這個民宿 就是 一樣這個 要再收拾 就是 要有 被公告為 拼遠地區的 我們才能夠受理申請 你聽一下 簡單說就是 你身上民宿的人 在那裡 台東 沒有以外 你如果 學法度 重心來 就是要透過 一樣 要修法 地方權責 來修法 一樣 綜藝 打開 變成 變成 這才有可能 來做民宿 你說是不是 農舍的部分 農舍的部分 做民宿 我現在跟你說 農舍的部分 他要當做民宿 是不是要這樣 是 你說清楚 是 你說清楚 像你說的 就是說 農舍 他要申請 這個 那個 那個 民宿 就是地位 南武台東而已 現有的事 不是這樣 其他 在哪裡 修憲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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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剛才對答這個條件 要對答這個條件 就是說 你把農舍 跟綜藝 甚至 甚至 跟勞動的 交換 五戒 都把拉入 變成地域 這有可能 這是一項 假如 我跟綜藝 回合 你說勞動要來變成地域 不可能 農舍現在 這麼久前 也不可能 五戒 這個文章 又放在那裡 你再開 那塊尾 我看要七八十億 目前 含土地就三十億 那塊尾 你說要做變成地域 也不可能 這個案 照說是不可能 因為你有收將變成地域 所以說 我今天會跟他說這個案 就是說 你們三位東團會議 有拿這個案 我們的成員 也去派 我問你說你是怎麼派 他們也不知道怎麼派 就拿到哪裡派 就有人拜託 我現在在尊重跟你說 就是說 假設 你要開派這十三間 你所有都要開派 那開派的 時間 當時 因為這些都是 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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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之後 又起的 又重心中央 三人我不知道 這跟什麼一樣 跟圍長一樣 什麼樣 你要開派這十三間 要開派這十三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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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長 你不要跟我說 你不要給我聽我簽罵你 這樣就來想說 圍長也好嗎 你們剛才的水都一樣 那有一種類似 對吧 你們要去派他 去派他 要去派他 你這裡就可以 怎麼可以 每一邊都是 講到好的 講到好的 這個屬項 所以我本身在這裡 很順重就 跟你說 你這塊的 你如果沒有簽署 要是有派他 我就給你移送發辦 我就給你提案 不然不然 我就直接給你送到這樣 知道嗎 這是在這裡有學長說的 在議長說的 不是說 你們洪宿差不多提案 你們担分槍提案 就都可以 都扁你們自己在那裡 別人都不可以 世間沒有這個事情 我現在就跟你說一下 你剛才去報告 你剛才去管長報告 說我今天一順 有說到這個 這有跟你說一下 再來 目前為止 我們剛才 洋議員也跟你說 那都說到東山河 東山河到現在為止 投資幾億 相信是 我沒有做議員 東山河就開始投資 當前我是 希望東山河做到像 外國 那些剛才 剛才英言說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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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 外國最多名的 民生族族也好 這個和流也好 我也希望東山河做 但是你有感覺嗎 議案市 會議案好 政府的出台口 譬如我跟黃千宏兩個 你講而已 不要說你們 不要跟人關心一下 先說什麼 剛才要選舉的時候 你們一順人去 包括你也參加得到 後來有一篇 有一篇 這裡要做什麼做什麼 跟人騙騙的 可以做 沒有做 所以對你來講起來 你 政府的出台口 現在東北角 你也能說 那這個不是你們的 那個 取靠夫妻的 不是你們的 你 這個議案好的 出來的 有什麼案件說 尤其是但 appreciative 主席 跟陈议员报告 针对南洋西河口那边主要有两个计划 一个是壮为归增 一个是南洋西口魅力园区 目前都要在整个阶段 实质具体建设的部分 主要是一个两个都是政策上的阶级 其中南洋西口魅力园区的部分 主要是配合东北角的旅游服务中心 配合我们过去丁收钱包那30公斤的土地 那我们希望透过地景的营造 我现在是要跟你说 最简单的最快的就是 你在管理人之前那一年你都去那里开会 开会也是跟你说同样 当时做个三个是要知道的政党和杜维 要知道的政党和杜维 有开金来做吗 目前建设的部分还没有 有了 要做了 要做了 那个秦末报告 这个案子准备要结案了 就是说整个部分要完成了 整个完整之后我们再进行预算的编列 三年多了呢 第一次第二年开始就说了 这当时不是三年多了七八年而已 那你秦末报告当时也好 他在看的秦末当时也好 大概在六月七月之间 那在这之前我们会先去拜会东北讲那边去争取一些后续的一个经费 然后再纳到整个国家报告里面的去做论述 你当时会在这一本大部分的国家报告 不管你和哪个丹尾协议员 不管你和哪个丹尾协议员 丹尾协议员 我不要跟你听你 这本从报告当时也好 现在大概预计七月八月之间 我会说 让你到十一月 秦末上这一会期 你要拿来说 最起碼你拿来 让我和黄建郎两个人来说 你若说七月八月好吗 让你到十一月吗 秦末我怎么说到 没有问题 是完全都报告完毕 你要听得好 你不能说 我这删一半 刚才应该删一半 没有到你一半 你现在说是四月八月 要做得好对吧 不用 让你到十一月三十一 没问题 没问题 就是全部完整 完成归要报告 就是完成归要报告 没问题 我切文一半 你坐下 过来就是说 環境区管理的部分 当然这会很多人说到 環境区管理的部分 目前为止 全世界我们如果有去出国 在看的时候 第一人 出场 第一人先告诉你 第一人先告诉你 不要说台湾 全世界我们去归头 看第一人先告诉你 第一人先告诉你 厕所 有啦厕所 所以说 一个便所 第一 有窗户吗 便所 整个好也没有 因为我们心态 不要说是台湾人 不要说是中国人 不要说是什么人 第一时间下去 他们去归头 那些 车的基礼一旦 一旦 一旦一旦 一旦走便所 百万一百十都走便所 所以一个便所 一个厕所 一个卫生 这个 卫生这个 事项 如果 人们感觉 这么厕所 这个国家说 美国发电 人不要相信 所以我今天 就这个机会给你建议 你所有的 空间 区 最简单的就是 你便所 这个 卫生素费 你要处理得完整 包括 不是说你 要弄得很漂亮 你没有人管理 会 红红草草 全米 100公斤 50公斤 就平了米 所以 这个是 我们的风景区 最起码的一个 最重要的这个设备 风景区的这个 卫生单位 你如果有做得好 人家去那里 感觉非常好 要弄得便宜 要弄得便宜 当时 我们在台中的时候 都 安装都通过 通过 转草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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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举草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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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像我報告,我說總委,你嫁給他,你怎麼做到一項?你怎麼做到一項? 跟陳議員報告,到我任內是還沒有 對啊,你怎麼做到一項,你管長在那裡,不要說二五號的時代,說你的時代就好了 他已經就算了兩年,這次就結束了,你怎麼做到一項? 所以說,我是不問你,這次八九個月的內部預算,要編在106年的預算的時候 是不是,因為你們在接種了? 經驗的一樣,你編一些錢下去,你議案好呢? 包括上下郵,做一個完整的,最起碼也說完整的報告 你說議案給你看,沒有啊,一項也沒有 以前我記得,我做平民代表,看得到一樣,一樣,一樣 他也一樣,現在在議會也一樣,說的也同樣 政府,說的也同樣,這是議案先的指標和穿,這是不對的 但是最起碼他就覺得不好,他也很漂亮 剛從那個也是你們的指定,你要支持啊 所以說,我要拜託你,這部分的,欺負北平這部分的,要收重視 我也要向你看,你今年在七月、八月、九月內部,這個預算裡面,跟三處二月的,如果這個人生,如果沒有變一些下去,我告訴你,我來替你提交部,給你提一些 你是,那小部分,ren,我要擠啊,放進那裡 我不是 swatch,不算是対南北北劍裡面 因為你們的重點都擺在那裡 你尼文 idé,沒有給欺負北人肉鬆,抱被你親自 Channel 都這樣 你們鑽政府也傳一點面,支持 changes too 都這樣啊 都撈撈起來了 撈到去做什麼 所以我希望你跟議員官的處長 今天要給你提醒一下 你要多多來了 這局多來了 拜託你 好 謝謝陳富三議員 接下來請陳孝仁議員 謝謝今天的主席 今天有四個處的處長還有同仁 還有我們議會同仁 大家早 我首先請教公理處的 公理處目前南澳鄉有幾個礦場 申請是應該是在你們那邊申請吧 目前前線是有55個礦場 南澳的部分 南澳 我們跟陳孝仁抱歉 我們沒有去分鄉鎮市 只有統計權 這處長呢 那你就錯了 你要多關心這個礦場在山上 山上會引起土石流啊 最近我們 雖然是申請單位是裡面 管理當然還是農業處 水保 但是你要去申請的時候 要看那個地方 是不是會發生土石流 最近那邊的鄉民在反映 他說他在那個挖礦場 會影響到下游 包括京陽 五塔的地方 請坐 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派工商科去看一下 有沒有影響到 跟陳議員報告 我們會盡力去了解目前的礦場的狀況 不能是盡力 盡力就是我不想去 這也可以去啊 好 那我們會去了解 要去了解 好 要去了解好不好 請坐 再來第二個我想問你 庇護門前先完工了沒有 跟陳議員報告 土木工程的部分已經完成驗收 基電工程的部分 預計在五月底 五月三十一號 三十號左右 要進行驗收 要驗收 處長有沒有去看過 跟陳議員報告 因為剛上來碰到事情 所以南澳跟南澳農場 這兩個部分還沒去 好 那你們這個是誰負責 工程的部分是規劃科 那因為目前的內部裝修 要去第一任務工社會朋友 他只有委託 委託宜蘭縣政府代辦這個工程 那是整個裝修的部分 室內裝修的部分 室內裝修的部分 還沒進行 好 請坐 其實他剛剛開始在做的時候 我都會去看 但是他 不管是你們工地處 或是其他 平行單位去看 我看他做的地方 都已經開始生鏽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強調 你要驗收的時候 特別注意 特別注意 尤其是剛才陳烏山議員 也講過 那個預測部分 要特別的特別的注意 再來問題 剛才談到很多 公里處 負責很多 觀光地區的那個 好像我看你們的計畫 好像遺漏了 大統南澳偏鄉 都集中到都會去 大統跟南澳不是一樣 限期嗎 處長 你講講看 你們公里處有沒有規劃 大統南澳這個部分 跟陳議員報告 目前大統我們是偏向於森林方面 在規劃 南澳的部分 大概是偏向於整個樹溪 體驗 這個部分在發展 很重要的一個就是 南澳的地方就是整個 南澳農場的計畫 南澳農場的計畫 目前是由農業處在進行 我這邊目前的管理大概就是像 它目前是很夯的露營區 那露營車也是 那台灣有很多喜歡露營的人到那邊都覺得非常棒 好 請坐 這個部分不是你們在規劃 剛才楊正成議員也講 組織改造 還有陳武山議員講過組織改造 但是都沒有改到原住民 剛才 這個 不是改造 就是要改造成立這個圓民局 剛才楊正成議員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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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 這個改造 這個什麼 組織改造 一定要時代的需要 公平正義 現在 蔡英文總統什麼組你知道嗎 處長 她是什麼組 她的有一點血統 你曉不曉得 不知道 應該是平普組吧 我知道了 不管有沒有她 反正 這個商議的謊言也可以 我知道 你不曉得 她說她是原住民 所以我說這個組織改造 你建議現場 十代的需要 請坐 再來 昨天你給我這個 這個 這個組織改造 你建議現場 宜安幸福 禁用原住民主的情形 我認為還是不夠了 就像南澳國小那一件 應該原住民優先 其實你批公文的時候 不要客氣你就寫嘛 我們第二層 第一層 第一層 你就寫嘛 說這個學校是原住民 是不是可以用原住民來禁用 你批給現場 現在一看就很明瞭 你只有私底下 跟她講她 公務房嘛 她根本就不會忘記啊 我希望這個公文你要批 要裡面要寫 好不好 再來 情度管理考核 要加強 上一次選舉的問題 我真的很 很不滿意 不要說鄉長最大 其他的都很小 但是你人事處最大 再來我要請教 這個秘書處 以前 在前任的秘書 秘書處 以前的那個李業如 他辦理原鄉參觀 這個第四台 這個工作參觀 現在還沒有 謝謝大會主席 謝謝大會主席 感謝陳遠的指教 現在那個 原鄉去參觀那個有線電視那個 現在已經沒有了 不過如果說 未來有需要 我們會陸續再安排 應該安排嘛 對 其實他離開以前 他也做計畫 我知道 那個現在李業如在 現在做參醫嘛 秘書嘛 他以前 離開的時候 他也做計畫 但是 你們 離開了 下面的就不管了 請坐 再來是 法律輔助 這個偏遠偏鄉的地方 好像都不了解 希望要加強宣導 好 再來 請問 鄭峰 處長 飲食的標準 是怎麼標準 我看你們的報告 飲食標準有七件被划 它的標準是什麼 它是 超過那個棉花餐才會被划嗎 還是您怎麼知道它超過那個標準 主席 主席 感謝議員的指教 飲食的標準處 好像不是在 我們鄭峰處的這個職長 有啊 我有看到 你 我從裡面 中共村裡面的那個 工作報告裡面 有看到 沒有嗎 好 請坐 是 可能我 也許我超錯了 但是我希望你鄭峰處 也要有作為 為什麼今天四個處在一起 背刑 表示說你們都會 所以四個處都在一起 最後一點我還要請教公理處 必要溫泉如何實施 它的進度如何營運 希望在縣長執行前 是不是把那個資料給本席 列入紀錄 主席 好 適量時間 我們也 也許 謝謝 我們主席 各位 我們四位處長 以及各位同仁 大家早 首先我想請教我們 陳處長 你剛才知道 那個 我們依然鐵路平交道 就是以前這個 女中路的寒洞 現在該做的 像陽明路旁邊的 那條有一個自行車道 就是神農林 是不是之前我們那個里長都有 就是我們有去希望說要 對 要規劃一個這個拱橋 因為要經過那個縣民大道 所以希望這個自行車道 但是自行車道 你還去走的時候 經過那個路的時候 可能就停起來了 所以希望說 我們有規劃做一個 公橋 或是說一個平行 好像那一次的會寒 那一次的會寒 好像是有兩個方案 好對不對 啊結果 我覺得這兩個方案 不太可行 因為第一個方案 好像是 要去再設一個平行道 要把旁邊都外出 要用一個路向過 然後再用一個紅綠燈 我覺得那不可行 第二個是 什麼向左轉向右轉 我還要開一條路 這樣也不好 是不是 我們目前處長 裡面有去規劃說 是不是可以把它做一個拱橋 因為我才有去看 我特別去看 差不多 應該做那個拱橋的距離 差不多一百公尺就夠了 是一百公橋 但是我知道這個建築 還是我們有去 邊列 還是我們有去想要做 處長請你答覆一下 主席 跟林議員報告 那針對那個地方 應該是 女中路跟陽明路 交會的那個路口 那之前車道人先不到 現在在驚人 使用的人很多 那 目前的那個拱橋 那也是 縣府跟宜蘭市的分工 是由宜蘭市公所在規劃來執行 我說的是 宜蘭市公所在規劃來執行 對對對 目前有一個八十萬的規劃費用 規劃費用 正由宜蘭市公所在做這個東西 等到規劃方案出來之後 我們再去爭取兼費 所以說目前正由宜蘭市公所在規劃中 有什麼進度嗎 進度的話 是不是我們用書面的資料 跟您議員報告 再來第二點 後來 如果有什麼 一般這個會刊的時候 你統計一下 我們議案七 這些議員都會統計一下 了解 七個議員我們都會一變 我覺得說 這個地方的重大建設 議案四級的議員 我是覺得說不分黨派 大家要一起努力爭取 總是為我們議案好 好不好 不然你把這個牧場的政策 統計一下 書面資料 因為之前這個兩次 好像有兩次還是一次會刊 都沒有通知過 目前幾位單位是市公所 市公所在幾位 麻煩你統計一下 所以我們會請市公所要通知 我們議案四級的議員 對我們議案四級的議員 不要分黨派 因為規劃單位是市公所 一起來爭取這個建設 都是對地方好 那郭議案憲政務公理所辦的 我們一定沒問題 可以答應 一定會跟議員報告 好 處長您請坐 那個 再來就是 我記得那個 礁溪有一個森林風里 那個泡灯的地方 我覺得那個地方還不錯 但是聽到裡面 好像是有一些問題 是不是存在 然後這些資料也麻煩處長 在縣長總執行之前 把這些資料 寒布本席這樣子 然後 郭處長 我要請教一下 今天是我們的新人的 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就任大典 我想請教一下 今天我們縣長 副縣長 還是秘書長 有去台北嗎 你去台北 報告議員 這個應該有去吧 我是不知道 有沒有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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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請教 有請教嗎 有請教嗎 有請教 有請教 我是因為那個請教 我沒有看到這個資料 我跟你說 這個是應該是公務 今天總共幾個 你聽我講完 今天總共 有幾位局處長過去 有沒有陪同我們縣長 副縣長還有秘書長過去的 還有沒有 等一下我會要求 一定會要求 這我再去了解一下 因為我不曉得 不是啊 山長 這個縣長 副縣長 秘書長他們去 或許我們沒有什麼話說 但是 因為這是一個 喜事 我現在感覺 因為台灣總會出了一個 女總統 但是問題是 是我盡快去瞭解 但是問題是 有什麼局處長 去也沒有 有請教也沒有 有去也沒有 有陪同在縣長 副縣長他們去嗎 山長去沒有 為什麼還有局處長去 我想要了解一下 是 我想 會包 會包 我們休息 吃飯的時候 大家休息的時候 再兩點 質詢之前 你把這些儲料 我想 我們所謂的議員都用了 好 今天有三千塊 是 我請那個承辦同仁 趕快用電腦查一下 查一下 再跟議員回報 因為我覺得 商長去的話 這是應當的 但是我沒有希望 一些局處長 還有人陪同去 因為我覺得這不妥 因為 如果議會定期 台會期間 這麼多議員 這麼開會 然後如果臨時有事情 有民眾的懇託 麻煩處長 要找處長 要了解一些事情 處長 結果還要去台北 我覺得不妥當 因為已經有很多人去 我們不需要 因為商長去就好 你不需要 還有人去倒行 你知道我在說 所以 麻煩你把 驚訝如果有請假 這些資料 你了解嗎 甚至除了商長以外 是不是還有別的隨同人員 幸福的隨同人員 是不是有陪同去 重點是 有沒有請假喔 是請什麼假 是公假還是試假 這個理由 你都在下午兩點開會之前 我想你利用這個時間 把這個資料全補 所有的議員都提供一份 是 好 沒關係啦 OK好 謝謝 然後 那個 由處長 就是首先 對於你家裡 有一些問題 事情 本席至上最高的 這個慰問之意 然後 我也是 要麻煩你 因為你也不理認真 而且你是 那個 鎮鋒單位 如果 驚訝管監路 有去出席 這個國慶大田 這裡有別人去的位 在請假方面 有什麼瑕疵的話 我請問一下 我們鎮鋒處 是不是有什麼事情 有沒有辦法處理 還是怎樣的 那個 治理方法 你給他答覆一下 好 主席 感謝林議員的指教 首先也感謝議員 對我的關心 謝謝 剛剛講說 今天這個 總統的就職 那參加演演 是不是有請教 我想 這個尤其 急處所長 這個不管說 這個公務也好 私事也好 假如說上班時間 一例都要請假 那假如沒有照規定請假 我知道 在嚴市的相關管理規則裡面 是可以礦製 可以做礦製處理 這個都是很明確的 這個都是很明確的 因為之前 因為之前 你在公車會的總幹事任內 還有勞工處處長任內 我相信你的能力也是蠻好的 而且你要年輕 應該是比較有衝勁 本時是非常的看好你 所以希望說 在我們林松原館中 那個 爹爹的這兩年盤裡面 是不是可以 你啊 我不知道你會做多久 或許很快就升上去 也不一定啦 但是 希望你在你的任內 就是說 你去 我們公里處任內 把這個角色 扮演好 替我們議員館 多加上一個 我相信說 這也是對你留一個 很好的 拜託 一個好名好聲 也替我們議員館 創造一些 就業的機會 真的是 要拜託你啊 沒有我們議員館 你說學歲開通了 這個 只有交通混亂而已啊 真的是 好像一個 一個禮拜 只有五天的時間 可以生活 禮拜六禮拜天就不能靠近那邊 所以 本期真的勉勵你啊 好 你這個年輕有幹勁 你應該是要加強一點 所以希望說 在11月 定期待會的時候 我可以看到一些成績啊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好 謝謝林宥玄議員 好 接下來 請陳鴻錡議員 感謝主席 謝謝你處長 各位庫長 各位同學大家照台好 休閃啊 請教我們吳處長 請解釋一下 信賴保護原則 你也要感謝一下 感謝我們台會主席 陳議員 感謝我們陳議員的指教 信賴保護 就由我所了解 信賴 最多的是 信賴要值得保護 有信賴基礎 信賴的表現 跟信賴值得保護 大概是這三個要件 信賴要值得保護 對 不然你也不知道 你要請法治科 我請我們法治科張科長 請答應 請答應 主席 各位醫院理事先生 大家早 陳鴻錡議員 您質詢的 信賴保護原則 剛才我們處長有提到 有三個必須構成的要件 信賴值得保護 信賴的表現 還有信賴的基礎 通常 我們所稱信賴值得保護的利益 往往都會考慮到公共利益 這方面的方向 那我請問一下 行政法規要 廢止或變更 有沒有信賴保護原則的適用問題 這個是在大法官會議解釋 525號 589號 以及605號 都有很詳細的解釋 有沒有 要不要保護 他通常 會在 看 具體案件的情形的時候 會分別情形來適用 不是啦 你本來行政法規是可以 你把 為了變更或是廢止 影響到民眾的權利 有沒有 這是信賴保護原則 是不是要值得賠償 還是要怎樣 可以的保護原則 我想是這樣子 因為 他的 就算大法官會議有相關的解釋 仍然要回到那三個構成要件 對啊 本來我們行政命令都可以 為了你的變更 而影響到民眾的權利 要不要 這是信賴保護原則 我想 因為 必須要看到具體案件 才能夠 用三個構成要件 或者是相關的大法官會的解釋 來 適用它 欸 本來 我們的行政命令都是同意給民眾 賦予這個法令 都 同意它去行使嘛 結果你的片面的 片面的更改一些法令 造成民眾的損失嘛 行政命令第八條 他講什麼 我們的行政程序法 行政程序法的第八條 你說什麼 你知道嗎 我知道 什麼 行政行為應該 應該遵守誠信的原則 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 是 再來 不好意思 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性的信賴 需給予補償 是不是這樣 所以說 信賴保護原則跟 行政法的第八條 有互相的關係吧 有沒有 好 請坐 謝謝 那我請問那個公三義務處處長 在我們今年四月時候 我們電地運遊戲管理 電子遊戲管理的草案 這個 第四條 我們擴大營業 就是說 距離 營業場所 與學校醫院距離適應 應該 應該超過四百八百 我請問 我們處長 電子遊戲場有沒有級別有下了幾年 幾年 你知道嗎 那個 跟陳議員報告 那個級別證的部分 是沒有定年份 沒有定年份 所以說 他拿到執照 只要他合法的去營業 都OK的嘛 是 好 你現在說 草案第七條的第一項規定 與其得 齁 第一項 你們現在草案的小孩 變形就是說 與其得電子遊戲場所營業局 證 其第四條規定 不符合則 因於本自治條例公佈實施 起兩年內 啊 重新 申請營業局的級別登記 預期未辦理廢紙期營業證別 級別證 你就有效兩年嘛 那為什麼叫兩年 要去換證 嗯 跟陳議員報告 那其實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說 那個 能夠維護最大的公眾利益 對 阿伯如果說 希望兩年內 希望兩年內 讓他尋找適當的地點去搬遷 所以說 我們希望這兩年內 我們盡量去輔導他們搬遷到合適的地點 那因為考量到距離學校太近不妥 主長 剛才你阿公就是沒有連線的問題啊 級別證沒有連線 級別證沒有連線的問題 阿你給我訂這個 阿現在 我在營業我都合法 符合這個程序當中 阿你現在說兩年內 你還要重新申請 你一定不準的嘛 是不是 所以說 這符合 現在保護原則啊 要不要真的賠償他 阿你阿伯這個錢 你要來拿啦 要是說我沒辦法啊 阿你阿公你給我收購嘛 看怎麼買啊 我沒辦法去別的地方啊 阿那錢要哪裡來 在預告的過程裡面 公會有提出這樣的意見 這個就符合程序法 我們的程序法第八條規定 阿 喂 對 處長啊 你在黑白來的啊 你們這裡做什麼事情 你們怎麼考慮周園啊 這我是為了這個財政問題啊 在想到這個事情啊 你怎麼要怎麼賠 行政訴訟 你會叫 免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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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知道咧 你不可以說要廢止這個 親愛人民的信愛保護原則 不可以拿到說 你什麼公義信啊 保護信啊 這個大型就黑白破了 阿你又知道嗎 符合這個規定現在有幾家 在宜蘭縣 幾間你知道嗎 如果依照新法 不是啦 依照新法 有幾家 你知道嗎 那個五家 五家 你看 阿你不肯定 土地 土地他們 就是這樣啊 我聽說 我現在很多人在跟我講的 因為我很多 很多朋友 在跟我講 現在有人在收購 那個電子遊戲廠的那個 那個那個 他們的房子啦 還是什麼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因為我很多 在做這個朋友在跟我講 奇怪現在是怎樣 我再去了解這個原因 你造成壟斷事業 所以現在很多地方 人要買了 可以去 你們不去的人要買了 準備要申請這個 電子遊戲廠 你們都土地 特定這個人事啊 跟陳議員報告 不會啦 我們是基本上還是基公義 我知道你們不會這麼樣子 我現在保護原則 原來的單位廠商 他們都符合標準啊 你是怎麼說的 沒有連線的規定啊 你現在要怎麼 黑白來的呢 你以後要賠償的話 你要怎麼去編列預算 跟陳議員報 自治條例還是得經過議會的審議啦 所以說 所以說你拿來你的周園 不是周園 如果議員不知道 不知道現在保護原則的時候 如果統計說 好啊 你的公義先好啊 那以後賠償問題 你議員會同意的 嘿嘿 你這些錢你就要來 你要頂頂法律要比較周圓 是 是不是 我們會再檢討 再檢討 謝謝陳議員的意見 我希望說 對這一件事情 你要詳細的 不管各個局處都是一樣啦 是 這個信賴保護原則 你要去注意 是 謝謝陳議員 共產禮物處處處長 我告訴你 我們現在中山休閒農業區 現在就有一個動力飛行傘 協會機 他們現在空域 空域都已經申請好了 土地也要做好啊 為了幾個 幾個農民 去那個空域而已 他為什麼現在 我們議員官 為什麼擔心這個 我們這個 觀光發展 這動力飛行傘 再轉個每個地方 既然都已經同意了 我們為什麼去動力 這個我也覺得很奇怪 市長 你知道這一件事情嗎 主席 謝謝陳議員指教 那這個案子 我記得好像是 銀利事業登記室 來跟公旅處辦理 那 核准的部分 好像是在建設處 土地的問題 我是在報章 對我知道啦 既然你是公商禮物處的 對於整個的觀光發展 你要先瞭解 你不能這樣 這對地方產業的發展 會有很大的注意力 應該讓你輔導他 我們現在 管政府說 要扯他後腿 我相信 建議會議的時候 你說噪音 或什麼 還沒說 那是少數幾個人 因為他們的利益 去跟一些農民說 那些人來的時候 我們這裡人潮會很多來 人潮來得不好 對地方的產業發展 會有很大的幫忙 很大的注意 我希望說 處長這邊 你要去了解一下 是 對地方產業發展的話 你應該要極力的幫忙他們 了解 處長你要去關心 多關心一下 是 不行請你們 我聽說你們先入會議的時候 你們現場 想好把他拉下來 不要讓他再生存 還是什麼 商機太大了 先入會議 你們 您大現場有說過嗎 我記得 我不記得有 你不記得有 沒關係啦 這個是要輔導的 對地方產業都有發展 是說 飛行傘 動力飛行傘 人進來的時候 那天空是另外一個景象 我覺得不錯 噪音是在上面 也不是在下面 聽到他們說 他們現在在改良 有那個電動的 我希望對這個了解一下 好 你請坐 那人數處處長 我請問 我們那個文康活動 為了提升 我們的員工的工作效率 我們在巴黎 在縣政中心 辦理一個路跑活動 是不是 搞一個路跑活動而已 好處長 答案沒有 是 是 謝謝陳議員的指教 我們文康活動 有編兩千塊錢 不只辦路跑活動 還有 現在兩千塊錢 好 來請坐 我請坐 這半年來 這幾年來 我們員工健身中心 有多少人去使用 員工健身中心啊 請答好 文康中心 員工健身中心 沒有健身中心 我們沒有健身中心 那奇怪咧 網路上我去搜尋的時候 91年4月10號 我們就訂了 訂了 政府員工健身中心 管理使用規定 十幾年來 你們都沒有在 員工健身中心 有啦 健身中心有沒有 假使是健身中心的話 我是不知道 可能名稱是文康中心 文康中心 現在幾個人在使用 那是屬於會議室的使用 比如說 好了啦 沒關係啦 你們高在印尼的 員工健身中心管理使用規定有 有沒有這個規定 我們了解一下 我是沒有看到這個資料 我就看到了 我在網路上馬上搜尋到 謝謝陳議員的指教 我們會再查 等一下會跟議員報告 報告 用心一點啦 要照顧員工也不是這樣 不是兩千塊給你 你自己去辦理活動 一個路跑活動 平常他們中午休息 或是傍晚他們下班人疲累的時候 我覺得他也是在那裡 在舒散金谷一下 是不是這樣比較好 市長 用心一點啦 健康活動 這個是人事處 應該要積極來推廣的 好啦 我再請問你 我們這一次的工作報告裡面 現在我們組織改造 這麼重大的事情 你是怎麼 在工作報告 自自不提 到底什麼原因 我覺得不重要 所以說你被民進黨黨團 退回去嘛 那不要理會了 是不是 工作報告是屬於前面 那一個階段的執行情形 那是寫執行情形 那因為 你都沒有啊 都沒有提到啊 在工作報告都沒有提到啊 在這六個月來 你們的組織改造 有什麼重大的事情 那就是 我們有那個專案 成立專案小組 有開過好多次的會 開過幾次 那沒有在上面寫 好啦 你有這個組織啊 你跟阿公說兩次而已 對 正式會議 正式會議兩次啊 是不是 對 還有不定期的討論 不定期的討論 那你都請誰 這個有憲政顧問 憲政顧問 他們了解我們憲政的在運作嗎 沒有那個就是屬於參考的情況 有一些就是 像 一些憲政顧問 像張 以前的張校長啊 張學龍啊 還有 張學龍 李靖 陳根僚啊 張學龍他在學校他很棒啊 他是社區大學啊 可是他色彩蠻重的啦 我覺得是這樣啦 是不是 欸 這麼專家學者 你對外部的委員進來 那是說做一個行事 給你們背書而已 你有請說 欸 我們林德福啊 以前要做過林德福啊 陳元花啊 陳墓水啊 陳茂林啊 我們主婦啊 也這麼厲害的啦 那為什麼沒有請他們去請大家啊 一些家人 退休了 對整個我們憲政的組織製造 有很多人 來做這些事情啊 那你為什麼不請他們 所以說喔 你這一次喔 正經的 組織製造 我看你喔 沒有一堆好啦 風險家呢 好 是不是再重新再拿文訊 再重新再審議 重新再審定 還是你浪費這麼多的時間 我覺得你也很辛苦啦 可是喔 我覺得喔 外部委員喔 覺得實際的要檢討 是要請一些退醫的人來講 到底要怎麼樣 其實我們要變來變去 我們議員我們也覺得我們很納悶的 南面沒找人都不知道 像在單位質詢的時候 他們也不知道 各個科長 各個科長他們執掌 他們也不知道 現在要變來變去 處長我是說 你這齁 應該齁 再重新 廣泛聽大家的意見啦 不是這樣 撥出來 兩次正式會議 就要改一改 你說 很多的小組會議 我覺得也不切實際啦 我希望說 我們會尊重議會的決定議員的意見 沒有啦 不是啊 陳福山議員不是說要退回去的 你要持續的強行過關 我說不好啦 是不是再重新檢討 你說 我們再改進一下 再稍微修正一下 我相信很多議員 還是參考在各方面的意見 好 是不是咧 我會參考這個 齁 處長 是 謝謝 加油啦 我覺得你也很辛苦啦 健身中心哪時候可以完成 今年度的預算 明年度可以把運動器材都搬出來 可不可能 不是健身中心 沒有 沒有健康器材 沒關係啦 健身中心有這個 你們要去想辦法 你們裡面有這個 我跟你說 你們九十一年 宜蘭縣政府員工健身中心管理使用規則 使用規則不能怎麼樣 總共有十一條 第一 九十一年四月十號 頂頂的 結果這個都要放在那裡 各自格樓這樣 員工的福利不照顧 這個要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是不是這樣 在明年度的預算編列出來的時候 有這個健康中心的規模出來 可不可以 可能沒有錢 蛤 有這個困難 有這個困難 對 因為齁 現在文康活動 一直在限縮 一個人只有兩個 原工你們要去照顧 所以說 事氣這麼低落 處長 我剛才幫他們加油 你還聽不懂 對我會用不同的方式來照顧員工 好 好 健身中心來出來 我要等你這個 不然我去那個縣政總執行的時候 我請給您 林大縣長告訴 總統主任 我們行政機關的青年度 青年度到行政績下的憂鬱 請問正方處主任 我們宜蘭縣政府的評價 你自己打個分數 到底我們的青年度怎麼樣 請答覆 主席 感謝陳議員的指教 大概整個我們宜蘭縣政府的青年度 這幾年 我們大概政風處 都有委託專業的民調公司 有做調查 基本上大概在整體 政風青年滿意度 大概受訪者的這個統計分析 大概都差不多有 你以104年來講的話 持正面評價 佔84.1 那再來呢 其他大概有各分項 大概也都有 大概有達到八成以上 都八成 對 你覺得你很滿意 你有對整個我們宜蘭縣的 有滿意嗎 我看我們都有持續在努力的空間 詳細資料 大家都也有努力空間 詳細資料是不是給我 我再跟你講 現在就是說 你的工作報告裡面 偵辦有四件 追究行政責任有四件 是不是有貪圖行為 沒關係 你揮好的時候 把這個四件到底什麼 是不是用密件給我 是不是用密件給我 總共有八件 再來就是說 公園受贈財務 應酬 請脫關收都要申報 申報情形如何 縣府各單位有沒有人在申報 是不是列入紀錄 提供資料給本省 列入紀錄 好不好 再來就是說 在整個我們的農業處 本來是說三長及一級主管 有沒有農舍這個問題 是不是說 申豐市這邊 財產申報的資料 調查分析 提供清澈 與農業處的資料 互相來比對 因為 陳安中議員也要農業處拿資料 我是希望說 在申報資料 好 可以喔 沒問題吧 要跟議員報告一下 叫政務員員的部分 一起把監察院去申報 這段我們就沒有很方便的資料 因為 因為 孫堂講完這次 我們就不公開 孫堂講完這次 我們就不公開 孫堂講完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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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處長提供給議員 好 好 謝謝 重簽議員 接下來請孫堂議會議員 好謝謝主席 我們四位的處長 還有科長 科室還有我們議會同仁 以及媒體懲罰員 大家早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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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边来请教一下 我们刚刚好 因为我们刚刚我们 陈孝仁议员有提到 人事处处长 我再请教一下 对于我们全台湾目前 像我们有原住民的地区 都已经成立我们的 原民局或原民处 那我们现在又蔡英文总统 也特别在提说 转型争议的部分 加上他在8月1号 又要向我们原住民道歉 那我们宜兰县这一次的组织改造 既然我们的原住民 是摆在哪一个位置 你可以讲一下吗 谢谢阿力议员 我们在主编状案小组的时候 都有一直讨论过这些问题 那以前我们曾经一个案子 也打算成立一个 多元民族处 但是后来实际送过来的时候 都是没有 那刚刚很多议员也都提到这个问题 我一定会将这些意见正式在反映给县长知道 我们三个议员 不管是陈孝仁议员也好 陈杰林议员 还有我本身 我觉得我们这个一定要赶快成立一个一级单位的 原民处或者是原民局好不好 是 我们会再努力 你们不要只有消费我们原住民然后都不尊重我们原住民 你们都忘记了全台湾目前在几年 殖民以来还有国民政府以来都是一直剥夺我们原住民的权利 不懂得尊重只会消费 所以这一次你们一定要非常的重视 我希望能够成立我们的原民局或原民处 谢谢我们的人事处 再来刚刚我我们昨天都有收到我们人事处所给我们的这个原住民禁用的情形 那我再请教一下我们的处长 原住民地区我们有三分之二以上要是原住民禁用原住民 对不对 非原住民地区的话要多少人 没有任用资格的是一百人以内要要禁用一个 没有任用资格还是任用资格 有任用资格的没有规定 没有规定 所以目前为止是合乎规定 我们这边写得非常清楚 就是各级政府机关公立学校禁用需据公务人员任用资格 其禁用原住民人数应不得低于现有原额的两% 你上面写得那么清楚 对那是原住民地区 非原住民地区就没有比例的规定 他是满一百人就必须要有一个人 至少要有一个人 那是属于没有任用资格的 那好 没有任用资格那我问你我们宜兰县政府的人数有多少 宜兰县政府目前就里面就有两个 只有两个我们总人数多少 我讲的是总人数哦 我们的公务人员的 公务人员 比例原则对不对 你觉得公不公平 这个可以再多禁用是没有错 所以呢 他没有规定 这个是要表示这个重视 所以这个部分 请人四处再研拟一下 真的要针对我们原住民的这个部分再用一点心好不好 而不是说只要拿给一个人一个名额就随便打发我们 而且你们都用拆解的 宜兰县政府文化局还用分解的 你们应该把合并计算之后把人数算出来 而不是说文化局那边算几个人 然后没有到达 然后就一个人的人数就没有办法去禁用 可以吗 对 这个是法令规定 它是以机关这边来算 所以我们是照这个 那当然我知道这个阿丽议员的这个想法 就是说我们会再鼓励多禁用一些原住民 是这样子 好希望下次我可以看到那个数据是很明确的 更好的数据 知道知道 谢谢 谢谢 我列入记录好不好 好接下来我来问一下我们的那个公旅处 处长 你来那个公旅处多久了 跟议员报告三个半月 三个半月 那个业务应该很熟悉了吧 我想那个因为公旅处的业务包山包海 然后十一住险都有 所以熟悉不敢 那我会全力以赴 好那我在这边再请教你 全宜兰县的风景区有多少个 我们初分是十五个 十五个 哪十五个 我们从北 就是投城海水浴场 那我们县界有个小的石牌公园 县界公园 那我们有 好没关系 十五个嘛 那我来请教你 看得到我们原住民文化的有哪几个 这样问比较快 跟那个阿力议员报告 那目前因为我们这个部分是没有 没有 为什么没有 你知道台湾最美丽的文化是什么 那个我想台湾的历史 台湾的生态 然后台湾的大概就是历史 然后因为这个东西是没办法取代的 那当然原住民的文化 这个是特有的 在其他任何的地方都看不到的 那我们宜兰县有没有原住民 有 多少人 大同加南澳再加平地 那个公民数的话 应该是 公民数大概应该是六七千 七八千吧 对 只有这么少 公民数大同南澳的公民数 不好意思 因为跟台湾的报告 我应该这样讲 其实我没有要说什么 我最重要就是要跟处长提一下 就是说 既然在我们这个风景区里面 有的会有设置吗 那目前你直接告诉我 我们目前有设置 有一丁点的原住民文化的地方是哪些 那个 我们风景区里面 那个目前 最新的可能只有壁后温泉在做 扣除两厢之后呢 平地的部分 平地石乡镇的部分 我们的风景区里面 应该没有 应该没有 那生态绿洲算不算风景区 生态绿洲是 是哦 那有没有原住民的东西在里面 哦 那个平埔格玛兰家屋 平埔格玛兰家屋 所以好 既然你提到那个 生态绿洲的格玛兰家屋 你知道宜兰县的格玛兰 有多少人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六个 因为有很多后裔的部分 是 都已经有了 好 这个我是听不下去了 因为刚刚从你人口数的了解 我就知道你可能真的没有做功课 我这边要提的是 为什么我要在公履处这个地方 在特别提原住民的部分 全宜兰县啊 我们有那么多的风景区 那既然有摆设原住民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生态绿洲 你把那个建筑物盖在那边的用意在哪里 你可以告诉我吗 那个当初规划主要是 港马兰人他很重要是沿着河域 河川生活 那东山河过去从琉琉社 从那个无缘的环霞堆 从村村里干 那整个其实都是 以前都是格马兰人居住地嘛 对 所以你们盖那个格马兰家屋 最大的用意 我是要问你最大的用意是什么 我想还是适度的去呈现跟还原 当初格马兰人 言和于生活的那个 所以你就直接盖一个格马兰家屋在那边 所以我们那个生态绿洲 所要传达的概念是什么 我想是人跟环境 好 非常好 人跟环境 所以那个格马兰家屋 有没有人在里面 只有部分的展示 只有部分的展示是什么展示 就是说包括那些生活 他们当初生活进行去述 你有看到生活吗 你有看到生活吗 它有 我说标示 标示 用图示的部分 好 你们是用传进去 然后要给人家看到的是什么东西 去还原当初他们发展的东西 那你去过几次 处长 那个生态绿洲 对 嗯 十几次 二十次 二十次以上 好 二十次以上 那你对格马兰认识多少 格马兰人的认识 对 应该还还好啦 就是说后来它因为迁徙到花东 这个过程 这个不是我要问的 其实我要特别提这个部分就是说 我们宜兰县政府啊 尤其公旅处这个地方 你既然要摆设一个原住民的一个家屋在那边 你是不是必须要有人在那边去做解说 然后去把你们这个家屋的构造 去做一些标示也好 或者要有人来导览 有没有人导览 这个部分我们在加强 导览的部分有 但是 是 是 那种的部分 是 还是原住民 是 一般 就不过我们的志工 导览志工 你觉得他的能力可以 可以导览我们格马兰组的这些文化吗 我们会再加强训练 那阿力议员的意见 因为其实我们就觉得 家屋其实有点空空的 我们宜兰县政府每一次在做原住民的这个事务真的是没有做功课 那个家屋讲实话是一个比较平的 已经偏向我们阿美族的家屋 根本不是格马兰家屋 早期在我们宜兰县的那个格马兰是属于比较沼泽区的 所以他一定是盖的是甘兰式的建筑物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你们真的要要花一点心思啊 既然要盖就做做好一点 然后要有人进住有人去解说 像你刚刚去了二十几遍 你都还不知道格马兰房子盖在那边的用意 那去一次或只有经过的那怎么办 那是不是盖在那个地方花了那么多钱去建制 结果环境教育员没有交到 这样有意义吗 跟阿力议员报告刚刚提到 就是说其实主要要呈现的是格马兰人 沿着合育生活的那个状况 那其实我们内部在检讨 其实对于那个空间跟内容 其实有需要在补墙 好 因为时间不多了 我这边是在讲一下处长 以后在未来再做原住民的这个部分 其实你刚刚也没提到 其实蓝阳博物馆也有对不对 但是我们空有看到原住民的事物 但是没有什么 没有人进住在里面 也没有我们的原住民的食物啊 或者是工艺品的展现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们分明就是在消费我们原住民 只是拿一个原住民的东西摆在那里有很有吸引力 可是实际上有没有非常的尊重 有没有提供这些就业机会给我们原住民 都没有 所以我希望在未来 每一次你们在做这样的呈现的时候 请尊重一下我们宜兰县还有个两厢这么多人的泰雅族 还有都会区平地原住民的阿美族 台湾族 北南族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在宜兰县非常美丽的文化色彩 真的有必要在我们的公旅处 在几个风景区景点里面去呈现 我希望那个处长在这个部分再努力一点 是 谢谢阿里医院 尤其还有我这边提一下 就是说我们宜兰县那么多 像清水地热也好 铜万公园 清水公园 在未来就是说这个各乡镇都有公园的设置 公旅处是不是应该规划一下宜兰 在未来 这是我给你一个未来的规划 你想一想 思考看看 我们大家在这边也想一想 是不是也建置一个 以原住民为主题的一个公园 因为我们宜兰县目前是全台湾省 人口数虽然没有那么多 但是是色彩文化最多的 因为目前有16组 有14组已经居住在我们宜兰县 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 这个是给你一个想法 跟未来规划的一个方向 谢谢 我们加油一下 好 这边我再问一下我们那个 处长 我们县内自行车道总长度多少 185公里 185 山 山的有几公里 因为我们分三线嘛 有山河跟海 对不对 是 因为我们大概主要是分为 西北环线 西南环线 西北支线跟西南支线 那南澳就是说整个原住民地区 部分大概只有南澳地区有一段 7.4公里 那至于沿着三边 所以我们并没有特地去分三线 就是说我们有个西北环线 西南环线跟支线 好 那既然有这个三个支线 有山海河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是目前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哪一条线 大概像东山河西南环线 沿着南洋西东山河的西南环线 还有整个西北环线 宜蘭河和平公园 这个大概使用力最高 对对 好 使用力最高的一定在整个建制上 是比较会多人看到 或者在修缮的部分会比较及时 对不对 但是比较少去走到的这些自行车道 你知不知道目前已经有非常多的 已经该修缮都没有去修缮 我们会后再来了解 所以这个部分你们再多努力一点好不好 因为目前刚好夏天也有蛇非常多 所以我记得我那天好像有听到一个在海线 有碰到那个蛇结果它跌倒了 你们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没有人跟我们回报 没有人跟你们说 所以这个就是在未来 这个部分你们再换点心思 看是不是跟农业处的动物防治所是不是 可以结合一下 是不是在沿路的这个地方还是要小心一点 再来就是它的那个坑洞 再去检视一下是不是需要去修缮好不好 再来就是我们那个BOT的部分 像我们县政府每次规划BOT的时候 我在这边希望再提醒一下我们的公旅处 多照顾一点原住民 是不是有一个原住民的比例原则 我记得我们之前有在那个郊西温泉公园的这个地方 希望下一次你们只要有OT也好或BOT也好 都应该要设置一下原住民的部分 可以吗 我们会在研究会在讨论 那这次清水地热呢 它是限制用当地的居民有一定的比例 我知道 所以这个就是我要提醒的 因为以清水地热来讲 我们居旁边的林边就是我们的泰雅族 我希望在未来那边有我们泰雅族的部分 去设置一些摊位或者食衣住行预乐 都可以展现 那个都有在积极的协调在处理 好谢谢 好我这边再问一下我们的阵风处 阵风处 我知道你们这一次 阵风处的部分有一个处理本府 即所属受理那个检举的陈情案件 行政处理澄清结案的这个追究责任 有九十一件嘛 好九十一件 目前里面有一个教育的部分有六件 那现在进度到哪里了 主席 谢谢阿力议员的指教 这个就是这一段期间 我们收理的一个建树 那教育处的六件 我记得大概 有结案的应该有四案 那还有一两案还在了解 那案件的类型是什么 案件的类型大概 比如说学校或者是教育处 有办一些真事 有一些的争议 所以说这个陈情人就捡起说 在整个真事过程的一些程序上 是不是有瑕疵 那希望我们做进一步的一个理清 所以目前的后续处理的状况是怎么样 这个 比如说以最近这一件来讲 大概因为涉及到 比如说这个前细部的一些法令的解释 那湖里面 县湖里面 那相关业务单位也都跟中央来做请示 那会做后续的一个处理 当然 有进行惩处了吗 这个假如说这个 没有行政上的为师的话 大概都会澄清来做结案 这样子 好 那你会后再给我资料好不好 好 我希望列入记录一下 好 列入记录 我刚刚忘记提了 就是公里处的这个地方 在下次沿你的时候 我列入记录一下好不好 我希望有拿到最完整的资料 好 列入记录 这边正风处我再请教你 2015绿博的采购案的部分 现在后续的状况如何 有没有成立那个专案来清查这个部分 这个当初我们都有专案做行政的调查 所以呢 那后续也有追究行政责任 那相关的切实也都要求改善 那目前进度 目前就已经结案了 这个案件已经结案了 对 所以也有追究这个疏失的责任 OK 好 希望这个部分我们正风处 再加油一点 努力一点 因为我们的绿博是每年都会办的活动 所以假如说每年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疏失来讲 是对我们整个办活动来讲是非常不好 对宪政也不好 好不好 所以这个部分都一起加油 谢谢 谢谢 因为这边目前 我再看一下 对对对 好 针对上一次那个公旅处 不好意思 又问到处长了 针对上次过期的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个你们后续是有做一些处理 那这个部分我们我们处长 对 怎么回收 都已经回收了吗 还是都 跟阿力员报告 我们是补济新的米 因为米那个米是生态绿洲自己生产的 那它的那个连米跟包装日期 是在去年的10月22日 那一般米 真空包装的米 它其实只要在打开来的时候 没有梅味或腐味 没有长虫的情形 那米是继续可以吃的 是安全没有问题的 好 其实这个食用的东西 真的是非常重要 既然是我们县政府带头做错 所以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就先道歉 我们就先道歉之后再 我们马上道歉 马上通知 有的都没有回收回去啊 没有 我们没有回收 我们寄新的米给我们这些贵宾 那我们寄新的米来补寄给贵宾 好 谢谢孙唐一会议员 我们休息一下 休息十分钟 待会儿再ガda 再见 我就 Antwort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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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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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